我对不起 哇好痛啊 高雄有一名28岁男子 虽然没有被撞到 但是最近半年来 婚姻部和下背则是闷闷作痛 尤其是酒坐或骑车后更难受 他到处求诊尿咽了 S光也照了 就是找不到病因 最后被当作是神经质 服用抗焦虑药 不过吃药也没用 下腹会一腹 有时连搞完都会痛 他更焦虑了 日前他再去求诊 这次医师要他去DIY 结果一夜果然发现 精益中的白血就过高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可能摄物线发炎 那摄物线发炎要做诊断 你一定要做精益的检查 原来他是摄物线发炎 由于发病超过三个月 已是慢性摄物线发炎 对症下药后已改善 不过摄物线发炎 为何会是亏阴部下背痛 摄物线的位置在骨盆腔的症状量 所以一旦他发炎以后 他表现出来的症状会比较多元化 摄物线发炎可能会出现 贫量小便疼痛等症状 如果牵引到尿道 睾丸 会晕部下背等 也会造成疼痛 不是只有排尿障碍而已哦 等新闻高雄报导